第421章谷轩辕的意思,就连林霄都微微愣一下,谷轩辕的意思,是不想让一群人插手,让他们这最强的四人,先决戈胜负,再让一群人出手抢夺。若是如此,倒也免去他一些麻烦,若是出手的人太多,再加上对付王明等三人,实在有些分不出精力来。 不过,无论如何,三人恐怕是要先对付他,再相互争夺了,毕竟,四品临时在他的手上。 此时,蠢蠢欲动的两三百名强者,也是停止了下来,方才的一幕就是教训,相比之下,他们实力弱得太多,冲上去的话,被击杀的可能性很大,刚才就是教训。 若是等到四名强者争斗得差不多的时候再上,那得手的几率更大一些,无论是四人都在为避免人多手砸也好,对他们也是有益处。 因此,便没有急着动手,而是默认了谷轩元的说法,围在一旁注视着,一有机会,便准备动手。 那就先把他杀了,王明冷喝了起来,身上杀意弥漫,此时,元人也暴怒而起,冲到了林霄的另一侧,怒目元争,杀意涌动。 古轩元也是飞了过来,林霄眉头皱了皱,三名强者联手,他也不得不准备动用暴丹了,否则与三人大战,还有后方上百人群虎视眈眈,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而当林霄将暴丹握在手中之时,古轩元却对着王明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与他同门之间的战斗不着急,首先,要把你这个忧天魔宫的砸碎解决了。 说吧,古轩元竟浩荡起滚滚的气势,朝着王明攻击而去。 林霄,不要丢了我们圣元学院的面子。 一道滚滚的声音,从古轩元的口中传出,林霄微微一愣, 古轩元的态度,已经是很明显,这显然,是要帮他。 即便,是将两人解决了他们再打开,这举动,也让得林霄都有些意外。 古轩元,你找死,王明也有些吃惊,然后大怒,与古轩元攻击在了一起。 此时,人群皆反应过来,原来古轩元是这种意思,终究是向内,维护圣元学院的面子,要与林霄一起对比,以二对二。 不过即便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同样还是等着作声与力。 轰,轰,轰,阵阵轰隆之声响起,古轩元和王明激烈队碰在了一起,一股股恐怖的波动,自两人之间爆发而出。 不愧是我圣元学院榜前大笔顶端的天才,有骨气。 林霄忍不住由中帝赞叹一声,然后脸上露出浓浓的战意,大喝道,放心,我不会辱没了圣元学院的面子。 说吧,他双手持剑向天,雷霆剑决第三次开始运转了起来,通天的气势冲天而起,滚滚浩荡,顿时间,天地变色,风云涌动。 过云翻滚,巨浪滔天,滚滚的黑云从四面八方汹涌澎湃会拢而来,天地间瞬间暗淡了下来,这片区域仿佛由白昼要变成黑夜一般。 恐怖无边的压力自那滚滚的黑云中轻荡而出,笼罩整片天地,所有人不由自主地心头颤动,林霄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攻击,那黑云之中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能量一般。 阴影天雷,以我为尊,伴随着滚滚大喝声传出,林霄长发飞扬,气势滔天,一道惊天动地的雷鸣在黑云之中乍响开来,滚滚的雷霆从天穷中倾泻而下,冲入了林霄的长剑之中,流入体内。 雷霆三世,雷霆审判,又一声滚滚大喝,林霄一剑挥劈而下,一阵惊天雷鸣乍响,滚滚的天雷犹如一条滔滔长河般,向着猿人淹没而去。 什么,他竟然引动了天雷,连人神色大变,毕生的功力自他体内涌动了起来,璀璨的锋芒在长刀上绽放而出,一刀利劈而出,无匹的刀芒携带着至强至大的力量。 如一道掌红金空,迎接向了那滚滚长河般的雷霆力量。 空猛龙,震耳欲龙的声音响彻天地,如时日耀空的光芒闪烁而出,刺得所有人都无法逼世,滔天的能量流波动在这一刹那爆发而出,向四面八方汹涌澎湃,虚空仿佛要被湮灭了一般。 砰,恐怖的力量波动之中,圆人一大口鲜血喷出,整个身体远远震飞了出去。 这,是他第二次在林霄手中被震得吐血。 众人已是金德木瞪口呆,就连正在与古轩辕战斗的亡民也是震惊无比。 林霄竟然强大到这重地步,能够引动天雷,将天雷引入体内,发出如此强大的雷霆力量攻击。 这简直就是史无仅有啊,人人脸上也是挂着浓浓的震惊,看来先前他们是太小看林霄,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 不过,能够与人磨绑的亡民比肩,他自己拥有自己的底牌,岂是能够被一个三重武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将一枚丹药打入口中,身体气势又变得强盛了起来,狂暴的气势,从其身上爆发而出。 还有一战的能力,瞧得眼前的情形,林霄一阵吃惊,这原人果然强劲,被雷霆三世轰击,竟然还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气势。 要知道,当年修炼雷霆力量的雷狂,让他一击之后几乎都要废掉一般。 看来,修为差距还是大了一些,林霄暗叹一声,而此时,他并未停止攻击,力量催动,身体已是朝着原人暴力而去。 头顶上方,一道巨大的黑金能量手掌,凝聚成形。 既然他能扛得住,那么,就打到他扛不住为止。 轰,散发着可怕的吞噬力量和焚烧力量的能量巨掌,犹如九天轻落而出,蕴含着无匹的距离,盖压向了原人。 感受到这可怕的能量巨掌,原人神色又是一变,连芒再次调动体内的五王六重力量,一刀斩出,璀璨的刀芒带着强浩大的波动,阻挡向了黑金能量巨掌。 轰猛龙,又是一阵阵天大响,滚滚的气浪爆发而出,可怕的力量波动轰击在了原人身上,又将原人震得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身体倒飞了出去。 秋,林霄凌厉保持己身,手持长剑,再次冲向了原人,准备以雷霆剑决一二式展开凶猛攻势。 林霄,这是你逼我的,原人发出了一声大喝,而后,他的身体,强大的气势飙升了起来,一股狂暴无比的血气,自他身上汹涌而出,原人的双目,突然变红了下来。 其手臂,也变得粗壮了起来,衣衫暴碎。 吼,一声大吼,原人仿佛变成了狂暴的野兽一般,手中大刀轮动,带起狂暴的距离重重向林霄砸来。 第422章人魔榜15,当,一阵金属大响,可怕的火花迸射而出,树道雷霆闪电,朝着原人的身体击射了出去。 不过,这些雷霆闪电在遇到那沸腾的血气之后,便是消失于空。 与此同时,林霄的身体,被圆远地震退了出来,他只感觉到双手一阵阵发麻。 这是,抱圆血脉,林霄露出了一抹极为吃惊的神色,抱圆血脉,能够催动着狂暴的抱圆力量,让实力瞬间暴涨,爆发力极为强大。 没想到,这原人还有这种天赋,难怪能够与古轩辕王宁等人抗衡。 没错,林霄,现在,该轮到我揍你了。 人人一阵怒吓,手持大刀,朝着林霄抱射而来。 抱圆血脉是有些不弱,不过,想揍我,恐怕你还没有机会。 说着,林霄双手持剑向天,长发无风飞扬而起,一股滔天的气势,自他身上绽放了出来。 吃,吃,在这一刹那,林霄整个身体,忽然透明了起来,浩大无匹的波动以他为中心,向四年八方汹涌澎湃而出,一种独尊天地的代代强者气势散发了出来,万古威压笼罩八方,令天地都要颤抖。 感受这股可怕的气息,众人心惊无比,这林霄究竟是什么人物,底牌竟然一招比一招恐怖。 就连催动抱圆血脉的猿人也惊住了,本以为可以翻盘了,没想到林霄还有这种强大的手段。 当即,他忍不住将所有抱圆血脉的力量都催动了出来,他的双目中,甚至都浮现了一丝血色。 吼,一阵仰天大吼,一道夺目明亮的刀芒爆发而出,席卷着滔滔滚滚的力量,如金天长虹,朝着林霄轰击而去。 诗,也正当这时,夺目明亮的白光自林霄身上绽放而出,照亮整片天地,整片区域的每一寸空间,都充饰在这耀眼的白光之中,所有人都被那白光刺得几乎睁不开眼,无法直视。 在那照耀的光芒之中,林霄一剑展出,夺目无比的白光剑芒携带着烟面万物的距离,向前轰了出去。 这一剑,便是遥光剑爵,遥光大帝的剑爵,虽然只是领悟了初级层次,却是可怕无比。 当初,他便是以此招击败古轩元,而如今,他已是突破到了五王三重,威力更加强大了。 剑的林霄施展出这一招,正在与王明大战的古轩元脸上也不由冲触了一下,这次再见这攻击,他都有些不确定如今五王六重的自己还能否接下来。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这一剑的威力,更加可怕了。 王明也是大吃一惊,林霄的攻击,又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就连他也不确定,若是换作自己,能否扛住这一击。 痴痴,在整片天地光滑散去之时,众人只见猿人的身体,远远飘飞了出去,仿佛如那大海中的扶贫一般。 此时的猿人,已是没有了再一战的能力。 所有人皆在吃惊,这一战,终于是分出胜负了吗? 最终的结果是,五王三重的林霄,战胜了猿人。 王明眉头也是一皱,如果林霄战胜猿人,与谷轩缘联合攻击他,他必败无疑。 趁你病,要你命,此时,林霄朝着猿人倒飞出去的方向飞冲而去。 这猿人天赋和实力都不弱,刘各会是个麻烦,趁其没有再战的能力,将他解决了。 猿人本来就处于败在林霄那一剑的震惊之中,乔得林霄驱使追击,脸上陡然惨变了起来,乃至有一丝惊恐和悔意涌入心头。 若自己对战谷轩缘让王明还战林霄,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结果了? 当然,早知道如此,他也宁愿选择不抢林霄东西跑路也不愿与林霄对上。 不过,一切都晚了,只见得林霄的长剑已是朝着他的身体劈了过来。 去死吧,林霄一声大喝,长剑劈下,当,然而正当这个时候,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猿人的身前,一把长剑,挡住了林霄的剑,强大的力量,将林霄都震退了开来。 乔德出现的青年身影,林霄眉头一皱。 此人,粗眉大眼,目光如炬,一身踪袍,手持扩建,气势凌凌。 最主要是,此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达到了五王七重的地步。 这让德林霄都有些吃惊,没想到,连七重五王都来了。 而且,此人似乎还与猿人有关系,你是谁,林霄皱眉问道,对付一个猿人,他已经快用尽了底牌,若是来一个更加强悍的五王七重强者,想要将其击败,恐怕会变得极为困难。 秋,就在这时,又一道青年的身影踏着元气画一飞来,此人一身青色长袍,面目英俊,颇有几分飘逸的韵味,而其身上,五王六重的气息展示无疑,这股气息,竟然比之王明古轩缘都要强盛许多。 软清兰师兄,末月师兄,没想到你们也赶到了。 此时,王明的目光,看了看那青袍青年,又看了看手持扩建的棕袍男子,有些惊讶地开口道,人魔榜排名第28的软清兰,和排名第15的末月。 听得王明的话语,古轩缘眉头当即便是皱了起来,关于人魔榜弟子的情报,他也收集过,虽然没见过这些人,但名字却是熟记于新。 人魔榜第15和第28,林霄一经,那也就是说,出手阻挡他的这位持着扩建的棕袁青年,是人魔榜第15名的强者。 而另一位,是人魔榜第28的强者,比之王明都更强大。 若是两人同时对他出手,这下麻烦就大了。 周围的人群也纷纷吃惊,此时再加入人魔榜第15名和第28名的强者,就算是他们冲上去了,恐怕也很难再抢到四品零食了。 尤其是人魔榜第15的五王七重强者,比之元人王明等人恐怕都不止强上一星半点。 多谢墨月兄出手相救,仿佛在地拂走了一圈的元人对着墨月道谢道。 实际上,元家与幽天魔宫最近在密谈一些事情,就上你也是应该的。 墨月说着,目光望向了王明,道,王明,这处石窟,是怎么回事? 人人被眼前的青年打败,若是问他,恐怕会有不少添油加醋在里面,问同门的王明显然更为可信一些。 墨月师兄,石窟内最珍贵的两样东西,一部神秘的石卷和一块四品零食,被那个家伙拿了。 王明声音有些冰冷,伸手指向了林霄,此事,他也如实转告,若是两人不来,恐怕他也无法得到那两样东西。 第423章 飞神,飞魔 哦,听得王明的话,墨月和软青蓝双目都微微一亮,四品零食,就算他们也有很大的机会突破,让他们都无比心动,而那石卷,恐怕也不会差了。 饺子,能够打败猿人,看来你天赋也不错,把东西给我,我放你离开。 墨月的目光,有些带着阴冷,注视向了林霄。 呵呵,林霄顾今冷笑一声,放任他离开,说得好听,恐怕等他拿出东西来,下一刻就动手了吧,他可是被忧天魔攻下了追杀令。 再者,想要让他把手里的东西拱手让人,那可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就算是想留下他,他们也能够留得下吗? 所以,对墨月的话,林霄便是直接无视了。 哼,不识食物,那么,你就等着后悔。 说着,墨月身上,一股冰冷的杀意弥漫了出来。 嘿嘿,对付这个小子,用不了墨大哥动手。 阮清兰善笑一声,整个人一动,整个人犹如化成了一道残影,朝着林霄暴射而出。 阮师兄,不必留守,他就是忧天魔攻下追杀令的人物,林霄。 此时,王宁大喊的声音响了起来,文言,阮清兰微微一愣,脸上的笑意变成了冷意,然后整个人速度更快了,一掌犹如拍碎了空气,凌厉无匹地向林霄的胸口拍出。 人魔榜第28的人物,比王宁都要强大很多,林霄这下危险了。 人群阵阵吃惊,心下暗暗摇头,虽说林霄打败了猿人,但他们还是不看好,林霄还有抗衡人魔榜第28名强者的实力。 感受着那快速而强势拍来的一掌,林霄脸色凝重了起来,当即运转了起来刚修炼成的风天使手。 如果是其他攻击,或许很难击败这个阮清兰,更何况还有墨月在旁虎式单单,若是以这风天使手出击,或许能够达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诗,林霄的右手手臂,急速变化了起来,整个手臂,由生手人肉,变化了成了石头硬币,拳头一握,动作都仿佛变得缓慢起来一般,一拳朝着阮清兰的手掌轰了过去。 轰,一声大响,两人拳掌轰撞在了一起,一股石气自两人拳掌肩爆发而出。 让得林霄自己都吃惊的是,他的石拳,轻易地震退阮清兰的手掌,砸在其胸口上,把阮清兰远远地砸飞了出去。 砰,一声震响,阮清兰的身体,被轰向了地面,激起一阵泥土。 在这一刹那,所有人都纷纷瞪大了眼睛,脸上都挂着惊愣的神色。 这是什么情况,人魔榜第28的阮清兰,竟然被林霄轻而易举地轰入了地面,如此的不堪一击。 不应该啊,王明惊愣住了,末月也是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就连另一边得以苟延残喘的猿人也是惊愣在了那里。 他可不认为,阮清兰的实力要比自己的弱。 可若是如此,林霄可以随意一击把阮清兰轰飞的话,何必那么费力地攻击他? 是那个石壁,他修炼成了纳石卷上的功法。 人人第一个想到,连芒惊呼了出来,原来是那个石卷上的功法,竟然如此强大。 纳石卷果然是一桩大机缘,人群纷纷发出了吃惊的声音,双目都有些贪婪的光芒,不过想到眼前的局势,他们没有动手。 哦,末月的瞳孔一缩,一股冷意和贪婪同时涌现了出来,可怕的杀意,自他身上绽放而出。 啊,地面上,一阵惊天咆哮声音响起,阮清兰从地面冲天而起,滔天的怒意自他身上涌动了起来,整个人乱发飞舞,样貌显得有些狼狈。 林霄,我要杀了你,阮清兰双目愤怒得仿佛都要喷出火来,他堂堂忍魔榜第二十八的弟子,竟然被一个三重武王都轰飞了,这要是传回去,他的颜面何在? 这一刹那,末月也不顾将林霄留给阮清兰动手,两人皆同时出手了。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一道深沉而沙哑无比的莫名声音,在每个人的耳畔响了起来,非神,非魔。 文言,众人心头都不禁狠狠一颤,这是哪里来的声音,怎么感觉,就是有人在耳朵说话一般。 所有人都不禁环顾四望,不过,凭他们直觉再强大,竟然都找不到根源在哪里,仿佛,是由虚空中的每一个角落发出了一般。 要动手的末月和阮清兰都不由停了下来,这声音,没有带一丝原力,不过却当真像在他们耳畔开口,让人觉得阵阵头皮发麻。 甚至让人有一种错觉,仿佛,这声音是来自太古一般,沧桑,古老,沙哑无比,似乎都有些不像人的声音。 就算是林霄,心头也不禁深深地颤了颤,这种感觉,让他有一种浓浓的不安,这种不安,与他刚刚进入岩石山脉的感觉如出一辙。 不过,就算是他拥有吞天灵地的经验,也实在无法分清这股声音来自哪里。 当即,林霄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了石窟的洞口。 虽然,他听不出来那股声音的方位,不过,这片地方,除了那洞口,恐怕也没有其他地方有更大的可能了。 吼,吼,吼。 而正当这个时候,一便突生,一句句石咏兵,从那石窟洞口处踏出,迈着奇奇的步伐,不断向外走出,阵阵整齐的脚步,激起一阵阵灰尘。 什么,瞧到眼前的情景,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一阵骇然的神色,这些石咏,竟然从石窟内走出来了。 刚来此处的阮青蓝和墨月脸上更是露着浓浓震惊。 眼前的一幕,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吼,吼,吼,阵阵整齐的声音不绝于耳,没过一会儿的时间,成千上万的石咏兵,从石窟中走了出来。 而这时,一股股杀意,自每一句石咏兵上弥漫了出来,凝聚成滔天的笑杀之气,向所有人席卷而来。 咻,咻,咻,紧接着,无数的石咏兵突然飞冲而起,所有人所在的千丈外位置,冲杀而来,那速度,极其之快,有些竟比中间五王都不弱。 什么,就算是林霄,脸上都不禁露出震惊无比的神色,这些不是替人活祭的石咏人像吗? 怎么还会攻击,第424张石人族,逃,在这一刹那,两三百名强者不禁向外逃窜而去。 这些石咏身上犯着的杀意,太过可怕了,一句上来,恐怕他们都会有危险,成千上万的石咏冲上来,那他们还怎么应付? 林霄也不禁催动着元气化意,灵力加持,以极快的速度,向外逃窜而去。 此地,不宜久留,讲逃,没那么容易,墨月冷喝一声,朝着林霄前方阻挡而来,而阮青兰也是从后方向林霄冲出。 乃至,王明也是从另一个方向朝着林霄冲了过来,古轩原在飞退的同时,乔德这个情形,也是朝着林霄冲出。 轰,林霄单手一拳与墨月对轰了一拳,林霄的手臂,虽然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不过那强大的力量,把他震退出了五六丈的距离。 而墨月却立在原处虚空,一动不动,五王七重的力量果然强大,林霄心中不得不惊叹。 排名人魔榜第十五的人物,果然飞软青兰能比。 一拳可以轻易轰飞软青兰,却无法力敌墨月。 不过这实话力量也有个好处,似乎怎么撞击,都感觉不到疼痛。 当然,他本身的肉身力量就强大无比,手可接兵,再加上这十手,那可真正是手可抗兵。 林霄只感觉,自己用手臂与兵器战斗都没问题。 秋,秋,这时,墨月身形在动,朝着林霄冲出,另一侧的阮青兰和亡民也是冲了过来。 湿,湿,湿,然而这个时候,后方滔天的沙翼,竟然大片的像林霄所在的范围会拢了过来。 大量的冰涌,竟然朝着林霄所在的位置冲来。 数量,足有数百上千,而且每具冰涌的沙翼,似乎都比冲向其他的沙翼都浓重。 再者,其他跑路的人,顶多也有只有数十上百十涌冲过去。 而林霄这里,一冲来就是数百上千,后方还有更多冰涌冲来,林霄一幕扫去,成千上万的冰涌,竟然大半朝着他这个方向冲来。 有没有搞错,林霄眉头一寒,这让他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实在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多冰涌朝他攻击而来。 他接收了十卷传承,不对他传承保护就算了,竟然还要大批攻击他,简直让人想不通。 而此时,墨月三人冲来的前方,已是有十数据十勇冲至,三人的力量,不得不轰在挡在眼前的这些冰涌上。 砰,砰,砰,数据十勇,被轰飞而出,这一刹那,林霄整个人冲飞而起, 右手十拳一拳与一具冰涌的拳头对撞在了一起,砰的一声,这具冰涌被远远震飞了出去,砸在了另一具十勇的身上。 好在,这具冰涌力量没有那般恐怖。 不过,那两个相撞的冰涌,似乎也没有丝毫受损,从地面上爬起来,又再次跟着其他十勇向前冲来。 这里冰涌不能力量出体,也不元气化翼,但都能够预空飞行,十分特殊。 而且进攻的力量也不弱,那防御更加难破,若是被密密麻麻的冰涌淹没,恐怕就算力量再强大,都会陨落其中。 在冲天而起后,林霄毫不犹豫将虚天凤翼取出,一脚踏在上方,加快速度飞出,与后方的大片冰涌拉出了一些距离。 见状,末月几人也纷纷轰飞去冰涌,朝着林霄追击而来。 而其他未知的青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阵阵轰轰轰之声响起,四处发出了激烈的战斗声音,和一些惨叫之声。 飞神,飞魔,就在林霄与后方的冰涌拉出数百丈飞行距离之时,一道声音,仿佛在他耳畔响起一般,让得他不由一阵心惊肉跳。 不仅是他,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这股声音。 这声音,沙哑,沧桑,隐隐约约,让人琢磨不定。 而下一道声音,让得林霄却是极为的清楚,人足,你们很贪心,不过贪心的代价是,死亡。 林霄额头青筋一跳,浓浓的不安之感涌入心头,忍不住回头望去再。 就在这一刻,空,一声惊天巨响,后方数里外的石窟,轰然暴碎了开来,整片大地一阵晃动,无尽的石块四面八方暴射,漫天的灰尘如大海中掀起的凄浪一般,滔滔滚滚地十方天地汹涌澎湃。 在那石窟暴碎的位置,一股滔天的气势冲天而起,一道身影从那滚滚的灰尘中冲上高空,一股仿佛来自太古的气息散发而出,笼罩像整片天地。 而在那高空之中,一道清晰的面孔,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那道身影,哪里是一个人,明明是,一具雕像,那石窟内那所有兵涌前方位置的青年雕像。 雕像面孔棱角分明,双目如渊似海,面旁有着一种刀刻般英俊。 身身威武不屈,整个石像仿佛是一尊占天斗地的战神,拥有一种横扫天下的万捕来唯我独尊之大气势。 这青年石像那双仿佛深渊般的石目,忽然眨动了一下,而后目光朝着林霄暴射而来,也正在此时,一股无边无际的恐怖威压,向四面八方笼罩而出。 在这一刹那,不仅是林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股极度恐怖的威压,然后所有人都惊骇地发现,他们的身体,竟然无法动弹丝毫,身形这股威压死死地压制住。 而那成千上万的兵涌,也止住了身形,而后全部转身,单膝跪落向了地面。 口,口,口,一阵阵泥土激起,万兵膜拜,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心头都不由涌现出了阵阵寒意,脸上纷纷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那句青年石像,太过可怕了,仿佛他就是整片天地主宰者,威是惊天。 是你唤醒了我,那目光朝着林霄社来之时,那青年石像的嘴唇,竟然动了起来,开口说出了一句声色而古老的声音。 什么,林霄心头狠狠一颤,脸上露出了浓浓的骇然。 这句石像,竟然是活的,而且,是被他唤醒的。 难道,是他将石化力量注入其手臂之时,将他唤醒过来的? 就连出石化之力,把我召唤醒来,有些天赋,不过,我石人族秘法绝不外传,所以,你,得死。 那石像青年惊天的声音响起,一股恐怖的杀意,瞬间席卷天地。 第425章轰雷伐的盖世强者。 什么,林霄心头一阵颤力,石人族,那青年石像竟然是指寄在于古典秘籍中的石人族。 这种种族,非灵兽,非人类,是一种另类的生命,浑身由石质组成,不过却拥有人的身形,相貌,拥有灵质。 其战力和防御,恐怖无边,林霄本以为那只是一座普通的石像,没想到,这只存在于太古洪荒中的种族,竟然出事了。 这让林霄极度震惊,难道这片空间,是从太古中就流传下来的? 还是,有人把石人族放入了这里,不过,这些,都不是他现在要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如何逃走? 这石人族青年石像太过可怕了,光光是威压,就让他无法动弹。 想要逃走,何其知难,不过,这石人族第一个要杀的是他,他可不能坐以待毙。 其他人也纷纷一阵惊惧,石人族,他们也从来没听说过,没想到这玄狱战场之中,竟然还存在着这种可怕的种族。 而且,这石力也太过恐怖了,光光威压,都让他们无法动弹。 他们本以为,林霄是夺得了这石窟中的天大的机缘,不料,却是一个坑,让其得到机缘之后,唤醒这石人族。 而且,若是这石人族光光杀林霄也就罢了,恐怕,他们所有人都会随之葬送于此。 在这种恐怖的实力下,他们毫无生还的可能,除非这石人要放他,不过,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哄,那石人强者气势飙升极点,那恐怖无边的威压,向林霄威压而来,光光这威压,都要将林霄的身体压碎了开来。 哄朦朦,然而正当这个时候,天穷之上,忽然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波动,仿佛整片天都要轻塌了下来。 那号荡出的威压,比之那石人强者都只强不弱。 而那古可怕的威压,全部向那石人强者笼罩而去。 与此同时,一道白色的雷霆闪电,从虚空中击射而出,轰向了那石人强者。 这雷霆力量,比林霄方才引动的天雷要强上千倍万倍,仿佛要将虚空都湮灭了一般。 空间规则的力量,那石人眉头一皱,当即一拳向天轰出,一道时光绽放,犹如一个擒天石柱般的拳盲冲天而起。 仿佛要将整片天穷都捅破了一般,可怕的力量令天地都要站立。 轰猛龙,那虚空雷霆直接被轰碎了开来,可怕的拳盲直接轰向了天际虚空。 一声轰蒙大响,天穷仿佛要被轰碎了开来一般,天穷犹如在颤动,四处虚空,竟然有碎裂的痕迹出现了开来。 犹如,天在破裂,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石人到底强悍到了什么地步,竟然能够把那恐怖的虚空规则雷霆都轰散了,连那天穷都轰出了裂痕。 难道,这玄狱战场,要被他打破了?在场之人无不瞠目结舌,这远远超乎了他们平生所见过的强者。 好可怕的力量,林霄心下也是震惊不已,墨月谷轩辕等人也完全惊呆,这简直就是难以言喻的盖世强者,连天都破碎。 空偶,而正当这个时候,天地变色,大地颤抖,无边无际的白色雷霆,从四面八方的虚空爆发而,跪距在石人族头顶上方,犹如青天瀑布一般,向着那石人族强者淹没而去。 空,石人族强者又长对空拍,一股可怕力量冲天而起,犹如石质化成了石头巨柱一般,奔冲向了那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雷霆力量。 空猛龙,惊天动地的空猛之声响起,天穷中无尽虚空竟然破碎了开来,犹如裂出了一道道裂痕,天地共鸣,大地颤动,可怕的力量撞击,仿佛让撞击之处空间都要湮灭了一般,竟有一种火花般的虚空乱流箭射而出。 好在,这虚空乱流只是在两股力量撞击之处,否则若是倾泻下来,所有人都要湮灭。 一群人看得阵阵心惊胆战,恐怖,那股力量实在太恐怖了,虽然向外波及,但所有人都知道,若是有一丝规则平衡破坏,力量向外一开来,整片区域都要被毁灭。 空,最终,纳什智般的力量,被那雷霆闪电,全部击毁,而后淹没向了纳什人强者。 诗,诗,雷霆急速,又仿佛被纳什人强者全部吸收了一般,眨眼便消失,而纳什人强者竟然安然无恙地立在虚空。 不过,纳什人强者的滔天气势,在这一刻全部消散而去,天穷中的动静,也全部消失。 此刻,笼罩在所有人身上的那股威压,也全部散了开来。 可恶,这空间规则竟然把我的修为压制在了武王巅峰境界。 那时人发出了一阵如万年寒冰般的声音,明示着天穷,道,就算暂时压制住我的力量又如何,要不了多久,这片空间,就会裂开。 全集,他的目光,朝着下方的人群扫射了过来。 也当这在力量撤去的瞬间,林霄已是将一百枚武王元丹取出,打入了虚天凤翼之内。 看情况,纳什人的力量,压制在了武王巅峰境界,如此一来,就没有方才的那种威势。 他当初用五十枚武王元丹催动虚天凤翼,就能够快过出击武尊的速度,此时多加五十枚武王元丹,想来能够摆脱这个十人强者。 诗,去天凤翼上,散发出了一道璀璨的金光,金光笼罩住林霄的身体,一股强大的波动浩荡而出,然后林霄整个人和虚天凤翼犹如化成了一道光束一般,以其快无比的速度,朝着天际积射而去。 跑,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用尽自己的手段,向四面八方逃窜而去。 如今那十人只剩下了武王巅峰的力量,想要把他们全部杀死,已是不可能。 杀,此时,那十人吐出一句冰冷的声音,成千上万的冰勇,向四面八方追杀而去。 而十人青年本身,却不屑于动手。 借于他动手的,仿佛只有林霄一人,可惜,林霄已经逃走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以后不追杀林霄。 此处空间,对他来说,宛如一个牢笼,对别人来说,也是如此。 第四百二十六章陷阱。 戴德虚天凤翼速度完全降下来,林霄已是不知飞出了多少里。 此时林霄想想都有些心惊,那十人,实在太过强大,连玄域空间规则都差点破了。 那般恐怖的力量,让他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若不是那十人最终被空间规则束缚,将其压在了武王巅峰修围,恐怕他这次真是要栽了。 同时,他也振振心惊,这个玄域,当真是不简单,不但有须天望月那种奇兽,还有十人这种太古种族。 简直不可思议。 也不知道这玄域战场,是怎么形成的,恐怕,已经存在了无尽岁月了吧。 不过好在,他最终虎口脱险,也很幸运地把十人族的秘法修炼成,看到那具十人的力量,让得他都不由生出了浓浓的蹊跡。 但,林霄也并未得意,虽然暂时脱离了那十人族的追杀,不过终极战场出现的时候,那十人强者肯定会出现,就算是其力量被压制到了武王巅峰,也远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抗衡的。 因此,在终极战场出现之前,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实力。 该找个地方炼化四品灵石了,目光扫视了周围,林霄望向不远处的一座山峰,飞进四处查探之后,便是在一处隐秘的山崖口风中寒座而下,将四品灵石取出,开始炼化了起来。 双掌在身前对压着四品灵石,两股原力从两掌内催发而出,涌入了四品灵石之内,吸收四品灵石内的元气。 而此时,一股浩瀚如海般的元气凝聚的能量,自他的双掌自己涌入他的身体,经过流转向了体内的丹田之中。 磅博的能量,不断冲刷着丹田,不断凝聚入丹海之中,让得他浑身血液都在沸腾,丹田之中的力量,也越发澎湃了。 而经过源源不断的四品灵石能量冲刷,丹田变得越发纯粹,越发结实,到第三日的时候,已经丹田已是凝固到了一种地步,丹田内的力量,也陡然有着一次质的提升。 诗,一股强大的气势,自林霄的体表散发而出,向四面八方肆虐而去。 很显然,林霄突破了,成功突破了一重境界。 而此时,他并未停止炼化这块四品灵石,持续将四品灵石中的能量不断运转,涌入丹田之中。 待得数日时间过去,整个五六斤的四品灵石,全部用完之时,又一股强大的气息爆发,他丹田内的力量,又提升了一重天。 这一次,动用四品灵石,林霄竟然连续突破了两重境界,直接从五王三重,踏入了五王五重,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此时,林霄脸上已是露出了难掩的喜色,不禁叹道,难怪吸引这么多人抢夺了,原来有这么大的好处。 现在进入玄狱战场一个多月,我便从五王一重突破入五王五重,距离终极战场出现,还有四个多月时间,等终极战场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能够踏入五王巅峰境界。 林霄脸上露出了西纪的神色,他不得不惊叹,这终极战场,果然是机缘无数,连能出圣元学院院长那般人物都能够造就出来。 这里面的机缘,仅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够让他突破了四重五王境界。 林霄也十分坚信,接下来四个多月的时间,定有机会突破到五王巅峰境界。 只要到了五王巅峰境界,无论如何是地心榜强者,地魔榜强者,还是能够进入玄狱战场的天心榜弟子,或天魔榜弟子,他都有抗衡的力量。 就算是遇到那被压制到五王巅峰境界的十人族,他也有应对的能力。 可以说,等到了五王巅峰的实力,就站在了这片玄狱战场的巅峰位置。 这处玄狱战场,似乎有着莫名的规则,最高修为,仅能到五王巅峰境界,就连那可能存在了无尽岁月,强大无比的十人族,都被压制在了五王巅峰境界。 刚刚突破,刚好好历练一番了,拳击,林霄的目光又望向了玄狱战场的中心方向,而后起身,朝着前方飞行而去。 接下来半个多月的时间,林霄便是前行了数万里,途中,专门找一些强大的灵兽拼杀,经过与树头四阶终极灵兽展开数十次激战后,林霄最终把修炼巩固了下来。 经过磨炼后的实力,笔之刚刚突破时都强大不少,此时林霄很自信,若是遇到那末月,他都能够将其击败。 但,他也没有大意,这附近,已是有些接近七星未知,越是往里,进入此处的强者,便越强,在此处遇到人魔榜人心榜靠前的弟子,乃至地心榜地魔榜弟子也不无可能。 在一片古墓参天的森林山脉,有一道面目英俊的青年身影,迎风立在了山峰之巅,一身龙袍飞舞,由总俯视天下,指点江山的气魄。 此人,赫然正是人心榜第一强者,墨九天。 此时,一道气势非凡的身影,朝着山峰飞落而下,对着墨九天恭敬地道,墨师兄。 听说林霄在那岩石山脉出现了,墨九天没有转身,也是语气但墨弟开口道,另一名青年点了点头,道,他催动须天凤意,躲过那时人的攻击,要不了多久的时间,应该会来到这里。 最近,我们已经发现胡悦的踪迹,这段时间内,我们会将胡悦抓住,引林霄入瓮。 这丫头不简单,是一个顶级杀手,不过,他终究只是一个丫头。 墨九天转过身来,对着青年问道,苏敬光,你控制的火灵兔,没问题吧? 苏敬光很肯定地点头道,我的御兽之法,控制这火灵兔丝毫问题,就等着胡悦那丫头上钩了。 到时候,我会把他引入黑云谷。 好,只有抓住这胡悦,林霄必然会出现。 墨九天眼中闪过一道寒光,道,传令下去,伏击林霄的地点,就在黑云谷。 就在黑云谷,苏敬光微微一愣,当即点头道,好,如此一来,不但可以以意待劳,就算那胡悦有什么底牌,也绝不可能逃脱,我这就去办。 说吧,苏敬光转身,踏着元气化意,飞跃而出。 墨九天站在原地,目光朝着远方天际望去,双眼中寒光闪动,林霄,我聚集了十数名人心榜弟子,就算你拥有虚天凤意,拥有五王巅峰的尸溃,也无法逃掉,到时候,让你常常,失去所爱之人的感受。 第427章造战斗骷髅,该是是不灭骷髅术了,巩固了五王五重修为后,林霄便是决定开始修炼不灭骷髅术,如今刚刚突破,想要再突破,已是不可能,灵力没有再多的灵石或者机缘,一下子也无法突破。 这段时间先修炼不灭骷髅术,倒是极佳的选择,若是修炼成功,也能够增加不少用处。 目光扫了扫一眼周围,林霄飞身而出,在一处有飞铺流泉的地方停下,而后冲入瀑布之内,找到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储物界中的骷髅取了出来。 这具骷髅,便是麻鹰的骷髅,肉身被他用骷髅手骨腐蚀了,之所以收下这具骷髅,是准备用来修炼不灭骷髅术。 本来还没打算修炼不灭骷髅术的,结果不灭骷髅术的下卷,无形中就炼成了,而上卷却还没修炼成功。 而实际上,上下两卷,倒也没有必须要先修炼哪一卷。 上一卷,以他人骷髅演化,了解傲义,是对骷髅的掌握之法,也是赋予骷髅力量,让骷髅拥有战斗的能力。 而要能够让骷髅拥有战力,首先便是要烙印骷髅,以力量融入骷髅骨内的,让骷髅骨内融入力量。 当然,要烙印骷髅,自然要相应的烙印之法,按照相应的纹路烙印进去,否则也只会是一堆废骨。 而这烙印之法,便是不灭大地历练无数岁月,无数心血创出的不灭骷髅树。 站于一块巨石之上,将骷髅摆在生前,灵霄催动出体内的原力。 按照不灭骷髅树的内容,小心翼翼地将力量烙印向了骷髅。 从骷髅的头骨,开始烙印,先是将一股微弱的原力,渗入到了骷髅头骨之内,准备打通骨纹,犹如人的经脉一般,不过骷髅没有血肉,而是在骨中,用外力纹印。 稍有不慎,就会将整个骷髅报废。 是,一股微弱的原力,终于是打入到了头骨之中,落进去了一寸的位置,而后,灵霄再继续催动原力,缓缓注入其中,再将纹路继续往下烙印。 一条烙印,便是要从头骨,甚至脚骨,一条纹路通天,让德骷髅头手向连,力量贯通。 第一条纹路,灵霄便是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这简直就是一个细活,好在烙印成功了。 而后,便是第二条,第三条,连通至手骨,指骨,让每个位置,灵纹路落入,到实在将力量储藏其中,才会拥有战力,才会手脚灵活。 而且就要是手脚骨断了,只要主要的力量纹路没有爆毁,还拥有继续战斗力量。 不得不说,这种天门的方法,除了不灭大地那种人物,也没有谁会去开创这种仙河了。 灵霄这一烙印,便是用了十日的时间,由开始的生疏,到熟练,由第一条,到烙印全身数百条,融会贯通,复杂无比。 最终,烙印第一部烙印纹路成功了。 之所以能够一次性成功,也是由于他修炼出了下卷,体内烙印出了再条骨纹,上下卷相通,或者本来该是以他人骷髅烙印骨纹,熟悉之后再烙印自己的骨纹。 他正好反过来,烙印了自己的骨头,再烙印他人的骷髅骨纹,按照体内烙印之法,搬到这麻硬的骷髅上来,一举成功了。 不过,这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第二步,第二步,便是将力量融入纹路骨骼之中,有些似乎他先前修炼时化力量的开辟手海,让力量能够融入储藏骨头之内,不过是特殊一些,将他的力量,融入到别人的骷髅骨之中,这是死物,难度极大。 当然,也是由于他体内生出骨纹力量成功,知晓如何融入骨头力量,化成骨纹邪恶力量,这力量融入骷髅,倒也有个门路。 这一次,便是加大了力量,不断尝试着融入骷髅骨纹之中。 尤其是第一条纹路融入力量,他便是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方才将第一条纹路融入力量成功。 而后,再用五天时间,灵霄终于是全部融入力量成功了。 而紧接着,还有第三步,将攻击方式图烙印入于数百条纹路的触动方式。 这攻击图等同于人修炼的5G一般,只不过骷髅与人不同,其5G也有极大的不同,用人修炼的5G,根本无法烙印进去。 这攻击方式图,不灭骷髅术便有许多记载,只不过最初的方式,也只能让这具骷髅机械的攻击,更高层次的水平,灵霄还远远没有达到。 若能够将最初的攻击方式涂烙印成功,便是最大的幸运了。 戴德将攻击涂烙印成功后,可以说是初步完成了一具攻击骷髅的炼制。 而要控制这骷髅骨内的力量,便要通过运转不灭骷髅术。 当运转不灭骷髅术之时,人体内便会与骷髅骨内的力量有着莫名的联系,等于可以发动攻击命令,引动了骷髅骨力蕴含着的力量,按照攻击图去攻击敌人。 又11日的时间,林霄终于将最简单的攻击图烙印入骷髅骨内。 他的第一具战斗骷髅,终于炼制成功,不过,为了这具骷髅更加拥有战斗力,林霄还进行了第四步,将一种骷髅专门的飞行武技,也烙印入了其中。 骷髅虽然无法元气化意,但靠着专门而特殊的力量催动方法,能够让骷髅飞行。 当然,要用这种飞行武技,所控制的骷髅本身要达到武王尽实力才行。 这具骷髅与林霄如今武王武中的力量落入其中,自然达到了这个要求。 有了先前的经验,仅是用了半日时间,林霄便是成功地将飞行武技落入其中。 完整的战斗骷髅,算是最终炼成了。 而在炼制成功一具战斗骷髅之后,他感觉到,自己对骷髅术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体会。 对于接下来准备修炼下卷的自身骨纹力量,也是有着一定的好处。 此时,上下打亮了一下眼前的骷髅,林霄目光中露出一抹喜色。 他的体内,忍不住运转起了不灭骷髅术,开启这具骷髅的攻击模式。 卡,卡,果然,在林霄开启了命令之后,这具骷髅开始动了起来。 一转身,双腿骷髅微微弯曲,双脚掌用力一蹬,整具骷髅猛然从瀑布内冲出,见起一道巨大的水花。 林霄身形一动,也随着骷髅冲出了瀑布。 砰,砰,砰,前方,只见那具骷髅拳掌交替出击,轰在了一堆石头上, 阵阵暴碎的声音响了起来,然后,整具骷髅轰进了山体七八丈的距离,不断有碎石横飞而出。 当即,林霄连忙催动不灭骷髅术停止了骷髅攻击,这攻击力道,倒是让他满意。 那机械的蛮力,跟他的力道差不多了,毕竟,那力量可是他稳进去的。 不过,若等那些力量用完了,他还得再重新将力量融入进去。 而正当林霄用灵力将骷髅控制到眼前,正要准备收起骷髅的时候,一道哈哈大笑的声音,忽然想了起来,哈哈哈哈,林霄,没想到你在这里。 林霄定目望去,只见一道身影,朝着他飞来,而乔得这道身影面孔的时候,林霄脸上不由露出了一抹惊愣的神色。 第428章 拜墨月 墨月,林霄有些惊讶地望着出现在这具青年身影,此人,竟然是人魔榜排名第十五的熟人,墨月。 他都不知道,这墨月为何找到这里来了? 没错,嘿嘿,多亏了这具骷髅啊,否则我根本找到这里来。 墨月大笑道,脸上挂着一幅兴奋的神色。 这具骷髅,林霄眉头一皱,莫非是通过麻鹰的骷髅找到这里来的? 没错,我们优天魔宫的人,无论是骷髅还是尸体,只要还存在,就可以用秘法找到, 只不过,催动秘法代价高了一些,不过能够找到你,这代价也值了。 墨月脸上露着一幅阴冷,望向林霄的目光,隐隐带着一丝贪婪。 原来如此,林霄有些吃惊,没想到优天魔宫竟然还有这种手段, 看来,以后动用这具空楼,还是要当心一些了,虽然催动秘法需要代价, 但也不排除,会有人为了找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眼前的墨月,便是如此。 抬眼皮望了望一脸贪婪的墨月,林霄不禁开口道, 不过,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四品零食,已经被我炼化完了, 如今的你,恐怕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说吧,一股武王武众的强大气息,自林霄身上散发了出来, 可怕的威势,惊起后方的瀑布溅出一片水花来。 你,你竟然突破了两重修为, 墨月一惊,这才一个月的时间,林霄竟然突破了两重境界。 看来,那四品零食的用处果然巨大, 他心底不由一阵暗恨,如果早点找到林霄, 自己把四品零食炼化,那说不定他也能够突破两重修为, 达到五王九重的境界,到时候就能够与低魔榜顶端的强者并列, 哼行整个玄狱战场。 可惜,他来晚了,四品零食已被林霄炼化。 哼,把十权秘书交出来,我给你个痛快。 墨月的脸上,转变成了一抹阴狠的神色,眼中胸光闭露。 想要对付我,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不过,能不能有机会跟我一战, 那得先过了麻鹰的骷髅。 说吧,林霄双手舞动, 控制骷髅的不灭骷髅树催动了起来, 骷髅仿佛有了活力一般, 整具朝着墨月冲飞了出去。 嗯,墨月一惊,这骷髅竟然会攻击, 灵力攻击,墨月玄疾下意识想到, 听王明所说,林霄还是一名灵控师, 能够让骷髅攻击, 想来应当是以灵力控制骷髅攻击了。 就凭你的灵力,也想攻击我, 吃心妄想。 墨月冷哼一声, 随意一拳与骷髅对轰而出, 肉拳和骷髅拳头对积在了一起。 哼的一声, 墨月竟然感觉到好了拳头一阵疼痛, 然后整个人与骷髅一样, 同时被震退了出来。 墨月脸上不由露出了一抹金色, 林霄的灵力, 竟然这般强大, 能够与他的力量抗衡。 林霄也微微愣了一下, 这不灭骷髅树果然不凡, 这具骷髅的蛮力, 都要跟他差不多了。 乔得骷髅的实力, 林霄满意地点点头, 对着墨月笑道, 有一点你说错了, 这骷髅不是我用灵力催动的, 而是他自己攻击的。 话音一落, 骷髅再次向墨月冲出, 张牙舞爪地向墨月攻击了过去。 墨月神色一惊, 这骷髅不是林霄以灵力控制, 而是自己攻击。 一具死骷髅能够自行攻击, 在大大出乎了墨月的想象, 哼, 邪门歪道, 冷哼一声, 墨月与骷髅攻击在了一起, 这具骷髅不但会攻击, 而且还会闪避, 在他闪避骷髅的一拳后出击, 竟然也被这骷髅闪躲成功了, 以更加雕角度向他攻击而来。 哼, 墨月不得不对哄而去, 然后他整个人又被骷髅拳头震退出了数丈的距离, 拳头一阵发麻。 虽然, 那骷髅也被他震退出去了, 但是那具骷髅是死物, 根本就不会疼痛, 虽然没有大碍, 但若这种消耗, 也等于是他落了下风。 哼, 看你能不能原力出体, 冷哼一声, 墨月一拳轰出, 一大片光芒在拳头前方激发而出, 耀眼的拳芒浩荡着滚滚的力量, 轰在了再次冲来的骷髅上。 轰, 一声大响, 整具骷髅被轰飞, 撞入了后方瀑布旁的山体之中, 镶嵌了进去, 激起一阵碎石和灰尘。 墨月脸上不由露出了一抹讽刺的神色, 一具死物, 终无法力量出体, 只能进攻, 那么, 他连靠近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看你还用什么挡我, 拳击, 墨月对着林霄冷喝道, 看来, 还是得继续伸移不修炼不灭空楼树啊。 林霄心底不禁一探, 而这时, 他体内已是运转起了五王五重的磅驳力量, 整个人向墨月暴力而出, 一拳重重地向着墨月轰了过去。 我便看看, 你五王五重的力量有多强大。 冷喝一声, 墨月一拳轰出, 空气仿佛被刺爆了一般, 发出了一阵爆竹之响。 砰, 一声震响, 墨月的身体, 被轰退了十数丈的距离, 然而林霄的身体, 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这让德墨月脸上露出了一抹极为吃惊的神色, 他可是五王七重的强者, 虽然刚刚踏入七重五王不久, 但, 他还是人魔榜排名十五的强者, 同阶力量并不差。 而这林霄, 也才是刚突破五王五重修为境界, 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能够把他都震飞。 哼, 力量果然不弱, 又拥有虚天凤意, 看来, 想杀你还不容易, 不过, 既然如此, 与其要费尽力气去杀你, 还不如让别人除掉你。 林霄正要继续攻击之时, 墨月突然开口道, 还有别人, 林霄顿时一愣, 双目不禁在周围扫了扫, 旋即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因此, 自始至终, 他并没有在周围察觉任何气息, 若是有人潜伏在附近的话, 恐怕此人的实力, 会极为的可怕。 呵呵, 他没在这里, 不过, 你现在得主动去找他。 墨月忽然笑道, 嗯, 林霄微微一愣, 让他主动找上门去, 这墨月不是疯了。 你确定, 林霄不由问道, 第429章旧兵, 当然, 墨月嘴角挂着阴冷的笑意, 据我暗中得到的一个消息, 墨九天和夏侯万玉正在数千里外的黑云谷扶杀你的同伴, 如果你不赶快赶过去, 恐怕, 到时候只会见到他的尸体了。 林霄双目一鸣, 嘿嘿, 以你的实力, 墨如墨九天的圈套中, 想活着逃出来, 恐怕很难, 所以, 能够让他们杀你, 我又何必出手呢? 墨月嘖嘖笑道, 对了, 她是一个小女孩, 还有, 这消息已经是三日前了, 现在, 她恐怕已经落下了圈套之中。 胡月, 林霄眉头一跳, 心中一股急火冒了出来, 鸡心方向三千里, 便是黑云谷, 自己去送死吧, 哈哈哈哈。 话音未落, 墨月便是暴退了出去, 林霄双目一鸣, 如果追杀墨月, 也不是没有机会将其杀死, 不过, 恐怕要费一番手脚, 消耗一段时间。 而如今, 听得胡月被墨九天伏击的消息, 她根本没有心思在墨月身上浪费时间, 不管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她都要赶过去。 林露爆涌而出, 林霄控制着骷髅飞回, 不灭骷髅树将其停止攻击命令之后, 当即将其收入了储物界之中。 随即, 她将虚天凤翼取出, 数百每五王元单直接打入其中, 整个虚天凤翼散发出耀眼的金光, 将她笼罩, 一股强大波动发出, 整个人犹如化成了金光, 朝着黑云谷的方向暴射而去。 数千里外, 黑云谷附近, 一只火红的四阶初级灵兔, 仿佛一团火焰一般,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黑云谷。 此兔, 便是火灵兔, 一种极为非凡的灵兽, 拥有火属性力量, 攻击力非常强大, 速度更是比同阶灵兽快了数倍。 所有人见了, 几乎都有会有将其收服的冲动, 加之其萌撞的模样, 更是浮略少女芳心的宠兽。 唉, 小兔崽子, 别跑, 等等老娘。 而在火灵兔的后方, 一道带着稍微稚嫩的声音响起, 一道身影, 以极快的朝着火灵兔追击而去。 这道身影, 便是胡悦, 他追击这火灵兔已有三日, 速度与其差了一点, 不过终究没有放弃。 这黑云谷, 方圆数百丈, 四面环山, 高峰耸立, 前方仅是有这一道小峡口, 那火灵兔, 便是从这小峡口冲了进去。 胡悦也没多想, 紧跟其后, 要让他放弃这火灵兔, 还真是有些不舍。 而戴德进入峡谷之后, 胡悦便是发现, 那火灵兔竟然不跑了, 忽然停在了峡谷中间, 然后转身, 有些怜悯地望向了胡悦。 咦, 小兔崽子, 你怎么不跑了? 追入了山谷, 胡悦有些愣愣地说道, 他当然不跑了, 因为, 他是我的灵宠。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一股股气息, 从四面八方飞来, 落在了四周山顶, 总共, 竟然有十数道。 而乔见前方为首的一名青年, 胡悦神色顿时凝重了起来, 莫九天。 莫九天没有说话, 而是淡漠地望着胡悦。 此时, 那山谷中的火灵兔突然窜飞而起, 飞入到了莫九天不远处, 一个面目有些险恶的青年男子手中。 这青年摸了摸手中火灵兔, 满意地笑道, 嘿嘿, 这火灵兔还真是管用, 我可是靠他坑杀了不少人。 文言, 胡悦神色一鸣, 这火灵兔, 竟然是此人陷阱。 你们想干什么, 乔得如此大的阵势, 胡悦不禁冷喝了起来, 天珠摩斯当即取了出来, 体内已是力量在流转。 哼, 胡悦, 不想受苦的话, 乖乖地束手就勤, 等灵霄来了, 会给你个痛快。 后方一侧, 身体宽硕, 面目有些病态的下喉万欲冷喝了起来。 自从他妹妹被灵霄杀死后, 对于灵霄身边的人, 他都充满了杀意。 只要是和灵霄走得近的人, 他都要杀。 他要让灵霄常常, 失去亲人的滋味。 竟然打的是这个主意, 胡悦神色一冷, 忍不住骂道, 你真是, 他娘的。 哼, 死到临头还嘴硬, 看我不废了你。 下喉万欲眼中寒芒闪动, 一股冰冷而狂暴的气息已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住手, 谁敢动他, 马大爷我就对他不客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滚滚的喝声响了起来, 然后一个长相丑陋的第一长脸青年出现在了人群后方, 立在虚空之中。 马毕, 乔得这道丑相的面孔, 胡悦都不由愣了愣, 小脸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马毕怎么来了? 难道刚好在附近, 就凭你, 下喉万欲扭过身子, 冷冷地扫视向了马毕, 审声道, 乔得眼前的阵势, 马毕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莫九天, 下喉万欲, 还有十多名强者, 这些人都是人心榜中靠前的人物。 没错, 就凭我, 杀天杀地无所不能的正道大师, 马毕大爷是也。 最终, 马毕也没有弱了气势, 拍了拍胸脯说道, 嘿嘿, 还有我, 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道粗声响起, 另一个方向, 一道蛮粗, 长得大面牛鼻的青年飞来。 牛鼻, 你这家伙也来了, 乔得青年的出现, 马毕也有吃惊地道, 那是当然, 英雄救美帝是, 哪能少得了我。 牛鼻黑黑笑道, 仿佛对眼前的局势一点都不担心, 就凭你那蠢样, 还想英雄救美。 马毕忍不住破骂一声, 然后道, 说吧, 想怎么救。 众人纷纷一愣, 这两人还真当他们是空气了吗? 就凭他们两人, 难道还以为能够把胡悦救走不成? 想对他动手, 先过了我这一关。 而这个时候, 又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 众人只见, 一个身穿黑纹袍的身影卷起滚滚的煞气, 从另一个方向飞来, 立在山峰石树杖外。 还有我, 全集, 一道风轻云淡的声音响起, 一个青年从另一个方向出现, 整个人犹如一个矿骨绝巾的盖带强者一般, 身上气势惊天, 一脸的淡然, 却是威势天成。 此两人, 赫然正是骨绝巾和修罗屠夫。 两人的气势, 竟然都达到了五王四重, 而且还是极其强大的那种。 这两个家伙也变得这么强大了, 麻痹眼中闪过一道诧异, 难道是消息泄露了? 而瞧得两人的出现, 墨九天眉头微微一皱, 扫射了一眼他们这方的人群, 按理说, 这个计划, 只有他们知道才对。 不过, 就算是露泄了又如何, 墨九天目光向着古绝巾和修罗屠夫等四人的身上扫了过去, 难道, 你们以为, 就凭你们四人, 就能够把他救出去? 没错, 我们这里齐去了人心榜第一第三, 第六, 第八, 第十, 和三位人心榜前三十的弟子, 还有五位人心榜上和相当于人心榜的弟子, 你们拿什么跟我们斗? 此时, 那苏静光也冰冷出声喝道, 他排名人心榜第六, 别说墨九天和和下侯万遇, 就算是他随便领队几个人, 都能够把四人横扫了, 榜前弟子还敢来救人, 这简直就是找死。 第四百三十张轮不到你来抓, 还有我们, 这时, 一阵清零月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三道身影朝着这边飞了过来, 三人脚底下, 连有一丝的元气化意, 都是凌空而行。 中间为首的, 是一个曼妙清零的子群女子, 这女子貌若天仙, 天资不凡, 周围有着极为强大的灵力波动, 整个人显得精神毅然, 有一种清零脱俗之美。 而另外两名青年男子, 也是以表堂堂, 中围也有着灵力波动。 灵门的人, 乔得这帽美空灵的女子, 苏静光眉头不由皱了皱, 此人, 赫然正是人心榜第二的子灵, 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甚至强于下喉万遇, 可栗战莫九天。 而子灵旁边的两人, 也是人心榜上的辈, 排名不高, 不过却都是三品出击灵控师, 灵门的弟子。 子灵, 乔得这道身影, 下喉万遇眉头还是不由皱了皱, 因为在其手中败过一次, 心底对子灵还是颇为的忌惮。 不过, 他的脸上, 当即又露出一抹阴冷的神色。 而其他人见到子灵的出现, 也纷纷不禁皱起了眉头, 灵控师的手段, 最是麻烦。 不过好在, 他们这方的强者数量众人, 足够把子灵死死压住。 莫九天, 下喉万遇, 同门相互残杀, 你们这是在违背圣元学院的宗旨, 违背副院长的意思。 灵力在虚空中, 子灵对着莫九天冷喝道, 我们只抓胡悦, 你们自行离去, 我们不动手。 莫九天但莫地开口道, 子灵的出现, 倒是出乎了他的预料, 不过毕竟他们人多势众, 也不担心子灵能够把胡悦救走。 有种等到跟林霄光明正大一战, 抓一个小姑娘威胁, 算什么男人。 子灵对着莫九天冷喝道, 我会与他一战, 不过, 他却没有这个胆量。 莫九天倾吐一声, 莫光明是向了子灵, 道, 他与你的关系, 似乎没有那么近吧, 你确定, 要出手。 林霄, 是我师尊探重的人, 他的朋友, 我自然要救。 子灵很干脆地说道, 文言, 众人又纷纷一惊, 林霄, 被安妙大师看中了。 不过想想也正常, 以林霄拥有灵能的天赋, 就算是六品灵控师, 也会心动, 欲收门下。 而若是被安妙大师知道, 他们日后恐怕也会有麻烦。 不过, 想到莫九天和夏侯万遇背后, 还有夏侯蓝撑腰, 心下便没有那么顾忌, 一个前辈, 到时候也不会为一个死去的人跟他们这些小辈计较。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莫九天想要抓人,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莫九天犹如深渊斑双目, 冰冷了下来, 一股可怕的气息, 自他身上弥漫而出。 见状, 胡月和马币等一方众人神色纷纷明了下来。 莫九天要动手了, 他们这一方, 显然处于巨大的劣势。 我的人, 还轮不到你莫九天来抓。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道宛如九天雷鸣的滚滚喝声, 从天际传了过来。 紧接着, 一道金光浩荡着滔滔滚的气息, 直接从山峰上席卷而过, 冲入到了山谷上方正中央。 乔得这气息惊天, 踏在虚天凤义上的青年, 众人神色纷纷冷了下来。 林霄, 莫九天, 夏侯万玉等一群人纷纷愣住了。 他们追捕胡月, 也不是为了引林霄前来吗? 胡月还没抓, 这个时候, 林霄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 马币牛鼻等一群人也纷纷愣了一下, 林霄的出现, 让他们有些出乎预料。 乔得胡月没事, 林霄心底暗松了一口气, 不过此事, 已是让他震怒。 他的目光, 冰冷地望向了莫九天, 语气阴寒地道, 莫九天, 你不是想要与我一战吗? 现在, 我来了, 莫九天神色一宁, 现在, 我正式向你挑战, 争夺人心榜第一位置, 一战定生死, 可敢。 林霄又接着发出了一阵大喝, 语气高昂, 战意澎湃, 滚滚的声音, 想撤整个山谷。 一群人纷纷吃惊, 林霄, 竟然要挑战莫九天, 与其生死战。 莫九天是人心榜第一的强者, 武王六重实力, 铜鸡无敌, 他凭什么? 不仅是莫九天一方的人马, 即便是胡月等一群人也有些吃惊, 虽然进入玄狱战场后, 林霄的实力可能变强了, 但他们不认为林霄有与莫九天一战的实力。 尤其是紫玲, 莫九天的可怕, 他最为清楚, 他的脸上当即便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连忙开口道, 林霄, 不用如此, 莫九天由我来对付, 你准备带胡月离开。 林霄却摇了摇头, 目光凝视莫九天, 语气坚决地道, 我杀了你弟弟, 杀了你未婚妻子, 如果还是个男人的话, 站出来, 亲手来与我一战吧。 莫九天神色在宁, 双眸泛起了沙光, 语气阴寒地道, 如你所愿, 所有人都盯紧了, 不要让他逃出去。 哼, 林霄, 我要亲手杀了你, 就在这时, 夏侯万玉暴怒的声音响起, 整个人席卷起滚滚的气息, 先向林霄抱摄而去。 以二对一, 夏侯万玉, 你是不是太无耻了一些? 子林冷喝一声, 整个人犹如一道闪电, 从山峰相隔站着的两人中间冲飞了进来, 挡在林霄的身后。 两人的加入, 让德一群人蠢蠢欲动, 大战一触即发。 其他人不用动手, 正要人群动手之时, 莫九天大喊了起来, 让德他们这一方躁动的人群停止了下来。 现在他们可谓十二对二, 夏侯万玉占子林, 就算胜不了, 也丝毫不会出问题, 而他一对一对站林霄, 也胜劝在握, 怕的就是林霄逃走, 以及让一群人混战, 倒不如让他们在旁看住。 林霄若是跑路, 他们也能够阻挡一二, 既然莫九天一方的人都没动手, 那么林霄这一方的人马, 便也没出手, 毕竟对方人多势众, 既然林霄有信心与莫九天一战, 那么他们便先看情况。 以林霄的性格, 绝非鲁莽之人, 空,空, 紫玲, 紫玲的灵力, 与夏侯万玉的剑盲队轰在了一起, 另一边, 莫九天一拳急速近身轰来, 林霄也是拳头轰出, 两拳硬汗在了一起。 一声震响后, 双双震退而出, 战斗, 顿时停息了下来。 一声震响后,